今天羅卡帶著家人到花博館這邊來走走 這邊現在好熱鬧喔 其實羅卡很少來這邊 特別帶著這個金銀球 來走走看到底走一天的花博館呢 能夠...也不到走一天 走半天 因為現在是下午了 走半天的花博館到底能夠獲得多少的經驗 後面那裡好像可以換電鍋 所以人呢 超級多的 不過也不太清楚實際上是什麼 上面有寫電鍋啦 有時候呢 其實把這個球帶出來這樣子 走走路運動一下順便可以練功 這種感覺還不錯 就是全部把他給結合在一起 羅卡今天把他帶出來的是烈焰麻 這隻麻呢 單純覺得很帥 因為其實羅卡就 也不太清楚寶可夢哪一些角色是比較厲害的喔 特別覺得他很帥 因為全身都是火焰 所以呢 今天來練一下烈焰麻 今天主要是看到有一個耶誕四集 好像是在12月1號跟2號有伴 然後呢 現在是12月的2號 會不會有點早 我們來去找一下這個四集好了 哇 福斯汽車 福斯汽車跑來這邊 展車了 回到三個月哪裡 後面這裡是滿特別又輪迦 所以裡面都是賣些農產品之類的 哇 真的非常特別 好像都是很多有機的蔬果之類的東西 甚至呢 茶葉稻米之類的也都有阿 很多不同地方 因為 sporting的地方 把裡面都是調某些農產品之類的 哇 是極麼存在的 好,現在跑來耶丹四集 耶丹四集嘛 反正來到這個有吃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走走吃吃又喝喝 買了一份這個美式薯條 這個美式薯條是弟弟跑去買的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喔,好燙喔 喔,喔,燙到了燙到了 剛起鍋的薯條很好吃 不過吃起來要小心 它這個薯條算是比較粗比較脆一點的 外面會比較酥一點 然後裡面很軟,但是很燙 好吃好吃 上面有撒一些鹽巴 鹽巴也不會到太鹹 算出來不錯 這個薯條一份是好像六十塊錢吧 嗯,不錯不錯 算還蠻大份的 這個比較粗 所以吃起來的裡面那個軟軟的口感算非常的好 第二個要吃的這一個是 印度牛肉捲 這個印度牛肉捲給大家先看一下好了 哇,這感覺真的好像還不錯 因為它上面就是一塊牛肉 但是它這個印度的東西應該就是會加一些香料之類的東西 那個牛肉看起來好像是有醃漬過 但又不是一般我們醃漬過的那種肉餅的感覺喔 這裡旁邊有一點點生菜 這個的話一捲,嗯,一百塊 整個一捲一百塊 超越一個雞腿便當的價格 嗯,它有香料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重喔 然後有一點點微微的辣辣的 不過它的餅可能不知道是放比較久還怎麼樣 餅的話是有點軟軟的 不知道是不是原本就這樣子的口感 第一次吃啦,所以不知道 裡面的生菜其實也都有沾到醬料 所以整個吃起來其實口感算還蠻重的 但是蠻好吃的啊 第三個吃完東西 就一定要來吃一下豆花啦 剛才要拿出來其實有點難拿 因為有四杯 然後它的糖水都已經沒有了 豆漿也沒有了 它可以有糖水的豆花 傳統的糖水豆花 跟豆漿豆花 然後還有牛奶豆花 預設是可以選三樣料 如果是糖水的就是五十塊錢 豆漿的加十塊 牛奶的加二十塊 所以呢,Roka買的這一杯總共是七十塊錢 全部都是使用鮮奶 因為Roka有看它製作 豆花的部分呢,Roka先來吃吃看好了 會不會是剛才吃的那個印度牛肉卷口味太重 有一點沒有味道的感覺 喔,有啦有啦 淡淡的那個豆子的香味 湯的部分呢,全部都是加鮮奶在裡面 所以就是鮮奶的味道 然後Roka總共加了玉圓 喔玉圓 喔,不錯,蠻Q的 紅豆跟綠豆 吃完之後呢,神經氣腫了起來 不過等一下就是吃晚餐了 不知道這個晚餐有沒有辦法吃下去 其實剛才在買豆花的時候啊 有稍微看了一下 裡面應該其中有一個是新手 在結帳的時候可能有結錯 然後動作稍微慢了一點 不過呢,Roka想在這邊說一聲 加油,好不好? 因為Roka曾經也是一個非常非常菜的小心手 在職場上啦 很多東西都是會被客人糾正指導啊 甚至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裡怎麼這麼遜的感覺 就是一件事情都做得不太好 相信這個是會在社會當中 經歷了越多越多的經驗之後啊 飛機又來了 不過相信這個是會在經歷了更多的社會經驗之後啊 會有更多更多的豐富閱歷 希望呢,可以好好加油,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現在呢已經吃飽喝足 然後呢也稍微散步了一下 已經到了黃昏的時刻了 那我們呢晚上就要回家來去看看 到底這樣子走了花博一大圈之後 應該是走了兩邊啦 走完之後呢回家會得到多少經驗 那今天呢主要是Roka自己有拿 然後呢老婆大人也有拿 還有給妹妹拿來搖一搖 跟大家做互動喔 看看這個經驗到底可以有多少 嗯,應該蠻多人會很好奇的吧 而且它的續電力其實還不錯 因為Roka是沒有把它充飽電就帶出來的 大概是從2點左右 一直用到現在的時間大概是5點左右了 還有電,好不好 電力還是非常OK的 會不會是因為互動太少的關係 等一下Roka在車上呢 請老婆大人繼續搖 請妹妹繼續搖 請妹妹繼續搖 看起來以後應該可以帶女兒來玩應該還不錯 超級多人 不管是野餐啊 還是在玩沙、玩水 甚至呢有很多遊樂設施 不過玩這遊樂設施喔 感覺應該是要蠻注意安全的 因為畢竟有時候 小朋友玩是比較瘋一點 就要特別的注意安全啦 好,回到家最期待的就是 趕快把精靈球PLUS 接上我們的Switch主機了 這個時候呢 順便機會教學一下 紀錄裡面呢 有一個和寶可夢一起外出 這個呢 不管是要外出 還是要把外出的寶可夢給叫回來 都是在這邊做選擇喔 我們把烈焰馬叫回來吧 哇 烈焰馬回來了 欸 13579耶 感覺超棒的 而且直升2級 接近3級了 然後 外出的紀錄這裡可以參考一下 走路走了12000多分 另外呢 還有拿到一些道具的東西喔 再來 至今的外出紀錄 其實羅卡沒有很長把它帶出去啦 所以也 沒有到很多喔 所有的紀錄好像走了3萬多分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把卡比獸換掉 請卡比獸下場 換一下烈焰馬登場啦 然後呢 因為烈焰馬要登場喔 就直接來把它騎著走好了 羅卡呢 是有時候會選擇馬來騎 有時候呢 會選擇 噴火龍來做 噴火龍的話會飛在空中 好像就可以躲過一些NPC的對戰 有時候像這樣子 假日呢 跟家人一起出去外面走走 然後又可以結合一些電玩裡面的東西喔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很多人呢 可能說 玩電玩有可能會耽誤到一個家庭 其實在這個平衡點呢 是需要大家一起去 做一個取捨的 在這次的精靈球跟這個遊戲的設定裡面喔 其實有蠻多地方就把它設定的還蠻好的 如果說呢 像這樣子 假日到外面來玩喔 其實還是可以跟遊戲裡面的角色來做互動 甚至呢 也可以來做練功 不一定要守著電腦 或守著家用主機呢 才可以來做練功的動作喔 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有機會呢 也可以自己來親自體驗看看 甚至呢 可以讓自己有一個目標 就是到哪邊去逛街的時候啊 拿著這個精靈球PLUS喔 如果會害羞的話 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看到這個地方呢 走走逛逛一整天 到底可以練到多少的經驗值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練獵夜馬喔 所以呢 一定要派出獵夜馬來稍微玩一下 嘿這個時候呢 派上獵夜馬上場 哇這獵夜馬呢 其實大小來說啦 是真的蠻大隻的 而且羅卡一直覺得 他那個火焰喔 還蠻帥的 可是主角為什麼騎在上面 不會著火這一點 倒是絕對有點神奇啦 那獵夜馬在出陣之後呢 其實羅卡才打了 第二隻寶可夢的敵人之後呢 一不小心就把獵夜馬給弄到掛掉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 смог分享一下 我用不打電話 還有一個字幕可以認識的 就很喜歡上次聯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